今天來聊新手媽媽素身術 除了在日子中心有綁肚子之外 我也有穿維納斯的素身 綁肚子就是綁肚子 那素身衣的話我來跟大家聊一些細節 我訂了兩種款式 但是最常穿的是這個固定肩帶的 因為可以跟酷乳說掰掰 特別喜歡維納斯的3D立體剪裁 因為幫忙真的是有雕塑一些曲線的部分 包括側面 包括後面 包括難剪的馬鞍 還有大腿兩側的肉和屁股下垂的問題 也都有做很厲害的修飾 穿上Legging的款式 然後加上側邊一些3D立體剪裁 真的讓身材變得很好 覺得只要每天穿 都可以把漂浮的肉收到正確的地方裡 全身上下都可以回到正常的位置 新手媽媽真的很需要這樣子的一個工具幫忙速身 把身材變回來呀 難怪廣告上會說 穿了維納斯就像有人隨時隨地都在幫你推推紙 除了速身衣我還有訂袖套的部分 因為非常害怕抱抱抱抱抱久了會有媽媽手的產生 至於材質我是訂的比較輕薄比較透氣的 覺得穿上才不會有負擔 一樣是用排扣的方式扣住 把速身衣和袖套一起穿著 真的整個人都被塑住了 感覺身材是特好的 有時候一穿上真的會忍不住一直照鏡子 因為真的整個人都細細瘦瘦 側面也扁扁的 很喜歡袖套 因為除了在手臂上面有做加強之外 其實背也有在繼續做加強 所以更可以把背後的肉繼續的收起來 穿上速身衣搭配上袖套根本就是無敵啊 身材超好的 感覺冬天也可以穿著保暖 另一種功能囉 做一個before and after給大家看吧 沒有穿速身衣 只要穿上合身的衣服 身材因為軟軟的 所以曲線還是很亂七八糟 像是腰部的部分 還有微微凸的小腹 就是沒有辦法遮掩 這時候當然就一定要有速身衣的幫忙 幫忙推推指 幫忙把肉回歸到正常的位置上 after 身材 穿上速身衣以後 大家可以看到側邊 線條超順的 然後肚子也沒了 整個人 就變成一個超級完美的曲線 很厲害 兩邊都順順平平滑滑 小腹不見 超級開心 一穿上一定就是自信滿滿啊 而且搭配legging也還蠻時尚的 好 嗨 跟大家聊了很多我的速身衣 然後還有那個 袖套這樣子 那最後還可以再推薦大家一個 這個方方的東西 它其實是維納斯的腳套 然後是 其實在懷孕期間我就有在穿的 外套的材質跟速身衣很像 合身但是不會不舒服 所以很適合每天穿 然後來減輕腿部的一些負擔 懷孕生完都可以喔 好囉 今天就聊到這吧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掰掰 下次影片見